現在我們已經有一個基本的概念了 我知道說像剛剛一樣 我可以把我錄的影片把它切斷 對不對 那一開始就這樣是一種方式 可是如果我們是做簡報的話 各位你會不會有封閉 好像會有 很早這樣就開門見證著給他邱里面 雖然這樣也可以 但是其實你可以增加 你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在這個 這裡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增加空白的投影片 是的 你可以增加空白投影片去做你的標題 做你的標題 當然你也可以插入圖片 當作是一個slide就是幻燈片 我們簡報影片那個幻燈片 如果你有找到比較好的圖 自己做好的 也可以把它當作是自己的 或者你要重新再錄新的 我現在就插入空白的就好 OK 所以你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多了一個 這邊多了一個 對不對 但是位置不對 所以簡報的 夜數調整你會怎麼做 因為你會用脫衣的 所以 同理可證 六百二 好 下火一條 這樣 他的順序字就變了 那麼你看一下他上面有一個數字 你們注意到上面有一個數字 在這邊 在這邊 對不對 這個代表什麼 一個簡報預設是幾秒鐘 五秒鐘 那麼第二張簡報是七秒鐘 第三張簡報是四分鐘 而且你可以看到下面這裡 喔 這個他告訴你 這是一段影片有聲音 這是一段影片有聲音 這樣都看得清楚了嘛 對不對 對 其實你只要知道說他的這個 軟體告訴你的資訊的話 你就要快注意 那我現在回到第一個 我可以來這邊插入上面這邊 有沒有一個文字框 我們講這個軟體的時候 真的很像在講簡報軟體 因為你可以插這個文字框 好 不是這個 文字框不是這個 在右手邊 可以插入文字說明 好 在這邊 好 所以我可以來這邊把它加進來 或者你要插入一個形狀的 我先插入一個形狀 你在這邊也可以打上你的註解 因為這邊都資源中 所以你使用上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我先做簡單一點點 直接插入文字就好了 好 你來這邊就點兩下 咚咚就進來了 那這個上面的 我應該不用講太多 因為大家都會 對不對 好這上面的 這些 如果你要做在影片上的字體 倒是可以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你要在影片上的字體 一般用細明體稍微 稍微比較弱一點點 因為那個太瘦 所以通常我們用粗一點點的 好 粗一點點看起來比較容易 所以像微軟的Win7以後 有微軟正黑體 對不對 那SP怎麼辦 SP期間有偷跑 他也有一個黑體 以往大家的經驗裡面就是 中文的做一些老片 主要有兩個字型 叫做細明跟標榜 其實他還有一個 在這邊 我找給各位看 你看 微軟那時候偷跑 問兩千就有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 他為了不讓這個事情讓人知道 因為那時候用的事情是對岸 因為那時候兩岸關係比較緊張嘛 所以呢 你可以找一下 有一個叫做 新黑 S開末 喔 看到了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裡 有一個叫做 會不會 拼 新黑 哇 你垮到英文這裡 叫新黑了 真的你的 如果是SP的 你找看看 有 所以其實簡報裡面 你不用擔心說那個沒有黑體 因為真的 細明跟標台 不太適合做那個標題 他適合做內文 適合做內文 所以 我點這個 我打字給你看 好不好 好 這裡我選起來 來 點到外面 有沒有發現這支黑體字 對不對 對 應該變大一點 變大一點 比較清楚 然後把它變粗一下 粗其 對吧 幾枚黑體的 它沒有像我們那個 微軟正黑體 後來的那麼漂亮 因為早期的那個 比較差一點點 可是其實 如果你是SPE以前的系統 事實上還是有黑體可以用 還是有黑體可以用 這個是 微軟不能說的 滴膩 反正時間已經過了 就沒差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加進來 那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再加上這個 加量框應該還好 這個通常會在後面再做 那你如果需要圖片 可以再從這邊 插入圖片 或者聲音 一般來講 其實我們 這個 首頁的封面 通常會有一些圖片 或插圖來用 會比較方便 我們後面 有機會 應該是下禮拜 有機會 再把 你可以找到一些 免費圖檔的地方 告訴你 不要每次 都一直用那個微軟 那個叫什麼 那個什麼 國庫 用久的 你不覺得都一樣嗎 就算你要用簡報 也可以找不一樣的判本吧 對不對 老師用同樣的 這塊的方法 又是微軟的 這樣找了一點新鮮感 所以 你現在這樣子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假設 我這樣要輸出 建議各位 你還是可以先把這個專案 先存一下 總是以防萬一 電腦難免 還是有機會當機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做儲存 那麼 他存檔的時候 他的副檔名叫做什麼呢 請看上面這裡 這裡 等一下 這邊 APPROJ 有看到 APPROJ 他副檔名 比較特別一點 反正後面這個就是 TJENT ATIPRELEMENT 他的專案檔 他把它弄得比較長一點點 好 你存檔了之後 我現在來做輸出 怎麼輸出 在這邊 從這裡 你找到右手邊 你們的 可能要看你的螢幕的長短 因為有的會比較 短一點 你從右手邊這邊 有的 其實如果你的螢幕比較寬的 應該可以看到那個圖示會出來 像我現在變比較小一點 所以從這裡 有看到好幾種對不對 你還可以輸出成PDF 也可以變成 變回Word 不過一般我不會這樣做 所以一般我最主要的 就是輸出成網頁上的 你可以變成Agent 或者是Flash Flash 好 這個內容 就是影片也可以變成Flash 一般我是用這個比較多 你們剛剛所看到的就是 這個功能 點下去 好 那這邊呢 他有幾種方法 好有幾種方法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做 操作模式 示範指導跟練習 為什麼 因為他做教材用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那個小朋友 他是在 尤其是在那個技職 技職裡面 他們常常考證照 有沒有 考什麼證照 考什麼證照 那需要有什麼 模擬題對不對 模擬題 告訴你說 我給你這個題目之後 你應該要怎麼操作 怎麼操作 你要照那個步驟去做 照那個順序 才有辦法答對 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所謂的 指導跟練習的需求 尤其是像 比如說 各位像那個 公務上使用 可能就是 你要進某些系統 應該怎麼操作的時候 那 他要怎麼按 有兩種方法 有幾種方法 第一種示範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只要示範了 做一次 給他看 那就OK了 另外一種就是 希望他可以跟著我做 指導的話呢 會多一個什麼 提示 我點錯的 他會告訴你 你要按這裡 那練習就不用 練習的話就是 直接練習的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一樣 那右手邊其他 也有個叫測驗 有沒有 有個叫測試的 就是有計分的那一種 有計分的 不過其實這個通常 我們比較 建議要搭配這輪 各位有沒有去過一些 那個數位學習的地方 我們在那個 各位叫做 讀書會的那個網站上有 我有把那個整理下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看過 也許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把這個地方給各位看一下 您進到這個讀書會的網站這邊 電子書相關網站有沒有 你點進來 你點進來 我那時候就有幫 就想說 找一些 適合的 你可以找 看看在這裡 有一個叫 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他除了有這個電子書以外 其實比較好的是 他有很多的 所謂的線上引用課程 各位有那個 學習護照對不對 上面是可以的 可以用的 上面的課程很多 所以 有興趣 可以進來看 這邊之後 你看到他們是有電腦課 有電子書對不對 有線上演講的 比如說像您去外面聽人講的 他有的才會收入起來 另外呢 他有很多的學院 您在左手邊可以看到 有財務金融的 有綜合知識的 有資訊類的當然最多 資訊類一定最多 因為這個比較行銷的 還有人力資源的人資的 上面都有 還有最近有新的 叫 剛好是我們 也有創新育成多 所以他有一些這樣的課程 你可以參考看看 都免費的 因為大家都有獎稅 對不對 人家國外的也可以看 他只要註冊就可以了 那我找一個給你看一下 比如說你想要看人資的 我直接看課程就好 有人力資源的 對不對 有這個人力規劃的 任用跟解聘管理 他裡面呢 一段時間就有新增課程 所以你點進去就可以看 點進去就可以看 那電腦類的真的最多 所以電腦類真的很多 包括你的生活應用 OBIS 都有 一堆 沒有下次就不用去外面上課了 其實真的蠻多的 但課程的內容 不見得每一個都是最新的 但是真的是可以參考 可以參考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 那一段時間就會推出來 點進去 如果你有登錄的話 像我現在先登錄一下 好 我們先把這個輸出部分跟各位講完 那基本上 如果像我剛剛是處於這種 純粹錄影式的 其實就是示範的 後面這個就不用 就不用勾 那麼輸出的位置在哪裡 預設就是在你剛剛 專案檔的位置 所以我就先不做任何設定 就用標準的直接輸出就好 也不用管太多 好 這時候它會把你變成網頁 因為我選擇用agent 當然你選擇用Flash 它就不然把影片的內容 就是這個 投影片就變成一個Flash的檔案 好的 現在已經輸出完成了 我們就直接來檢視一下 你來看一下 是不是有變成你剛剛的樣子 好 按你試 然後用A打開 OK 因為我剛剛的專案 我有打這個標題對不對 所以有 但是下面這邊 我剛剛沒有做任何設定嘛 好 所以這邊就沒有出現 但是沒有關係 它下面有一個示範的 你把它按一下 好 停取 好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 標題 第二個 第三個 是不是就不用做網頁對不對 你就會了 但是這裡有幾個缺點 有幾個缺點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的是什麼 我們剛剛在看的時候 第一個 這個基本資訊是不是要先描述好 好 那這個在哪裡呢 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專案裡面 從這裡 上面這裡有一個專案 專案 有一個叫做專案的設定 我看一下 項目還是設定 抱歉 是項目 應該在項目這裡 有沒有 有一個項目設定 按一下 好 看到囉 第一個 專案的名稱在這裡 沒有錯 第二個 有沒有看到作者呢 相關的描述 你要把它 在這邊寫一下 這樣 它就會同時出現在剛剛上面 好 這是第一個 小缺點 也就是你知道 預設的時候 要記得來這邊設定 你家專案的訊息 那第二個呢 還有一個小缺點 是你看我們右手邊 欸 用這個幻灯片一幻灯片二 會不會太大 對不對 欸 我們那個 PowerPoint 可不可以設每一個 slide的那個標題 可以對不對 這個就是那個標題 那怎麼設定 你從這邊來 現在你看到的是縮圖 有沒有 是縮圖 我把它換到這個標題 我把它換到標題 請問有沒有看到 看到齁 點到它 下面就有一個名稱 在這裡 標題 在這裡 所以如果這是我的 第一頁 好 上面這邊 在這裡 應該是這個齁 名稱這邊 這邊就第一頁 有沒有 這是第二頁 或者你可以把你講的主題把它放進去齁 那這樣子呢 它在看的時候 在右手邊 就會變成這個 這樣就比較快了吧 好 這個是我們主要 各位呢 在看的 那事實上它如果你覺得這個 太麻煩了 這裡也可以縮起來 這裡齁 它可以把右手邊這個縮起來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可以縮起來 印象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只看那個內容 好 只看內容 那你有需要的時候再把那個打開 好 再把這個 把他那個右手邊的導覽 直接把它打開 這樣就可以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這個真的你要稍微試看看 那我先把一個 利用最後幾分鐘 我把一個交代一下 就是 你用地域衣的時候 打開是不是很大 這樣子直接進來 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你要先縮小 那我 用一個其他軟體 幫各位解決這個問題